大家好,欢迎来到《微读时光》,感谢您的收听,为您分享姬献林的作品《雾》 浓雾又生起来了 近几天以来,我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开窗子,欣赏外面的大雾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物,为什么现在忽然喜欢起来了呢? 这其中有一点姻缘 前天在飞机上,当飞临西藏上空时 机组人员说,迦德满都现在正弥漫着浓雾 能见度只有一百米,飞机降落怕有困难 迦德满都方面让我们飞得慢一点 我当时一方面有点担心 害怕如果浓雾不消,我们将降落何妨? 另一方面,我还有点好奇 迦德满都也会有浓雾吗? 但是浓雾还是消了 我们的飞机按时降落在尼泊尔首都机场 场上阳光普照 因此,我就对雾产生了好奇心和兴趣 抵达迦德满都的第二天凌晨 我一起床,推开窗子 外面是大雾迷天 昨天下午,我们从迦德满都的大街上 看到城北面,重山峻岭 层栏叠仗 个个都戴着一顶顶的白帽子 这些都是万古雪峰 在阳光下闪出了耀眼的荧光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 我简直像小孩子一般的喜悦 现在大雾遮蔽了一切 连那些万古雪峰也隐没不见 一点影子也不给留下 旅馆后面的那几棵参天古树 在平常时候 高枝直刺入晴空 现在只留下淡淡的黑影 趁着白色的大雾 宛如一张中国古代的画 昨天抵达旅馆下车时 我看到一个尼泊尔妇女 背着一筐红砖 倒在一大堆砖上 现在我看到一个男子 手里拿着一堆红红的东西 我以为她拿的也是红砖 但是当她走得近了一点时 我才发现那一堆红红的东西 速速抖动 原来是一束束红色的鲜花 我不禁自己笑了起来 正当我失神落魄地 自己暗笑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 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咕咕的叫声 浓雾虽然遮蔽了形象 但是却遮蔽不住声音 我知道这是鸽子的声音 当我轻耳细听时 又不知从哪里传来了 振振的犬吠声 这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情景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在加德满都学会了 喜欢的两种动物 鸽子和狗 竟同时都在农物中出现了 难道农物竟成了 我在这个美丽的山城里 学会欣赏的第三件东西吗 世界上 喜欢物的人 似乎是并不多的 英国伦敦的大物 是颇有一点名气的 有一些作家写散文 写小说 来描绘伦敦的物 我们读起来 觉得韵味无穷 我对于尼泊尔文学 我所知甚少 我不知道 是否也有尼泊尔作家 专门写加德满都的物 但是 不管是在伦敦 还是在加德满都 明目张胆 大声赞美浓雾的人 恐怕是不会多的 其中原因 我不甚了了 我也没有那种 闲情意志去钻研探讨 我现在 在这高山王国的首都 来对农物大唱赞歌 也泼出自己的意料 过去 我不但没有赞美国物 而且也没有认真 去观察国物 我眼前是由赞美 而达到观察 由观察而加深了赞美 物能把一切东西 美的 丑的 可爱的 不可爱的 一塌瓜子都给照上一层 或厚或薄的青纱 让清楚的东西模糊起来 从而带来了另外一种美 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 看不到的美 一种朦胧的美 一种模糊的美 一些时候以前 当我第一次听到 模糊数学这个名词的时候 我曾说过几句怪话 数学比任何科学 都更要求清晰 要求准确 怎么还能有什么 模糊数学呢 后来我读了一些介绍文章 逐渐了解了 模糊数学的内容 我一反从前的想法 觉得模糊数学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在人类社会中 在日常生活中 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 有着大量模糊的东西 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 这些东西的模糊性 承认这个事实 对研究学术和制定政策等等 都是有好处的 在大自然中怎样呢 在大自然中 模糊不清的东西更多 连审美观念也不例外 有很多东西 在很多时候 朦胧模糊的东西 反而更显得美 月下观景 雾中看花 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吗 在这里 观赏者有更多的自由 自己让自己的幻想插上翅膀 上天下地 纵横六合 神词于无何有之乡 情注于自己制造的幻想之中 你想它是什么样子 它立刻就成了什么样子 比那些一清见底 先毫不移的东西要好得多 而且绝对一清见底 先毫不移的东西 在大自然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的幻想 飞腾 忽然想到了这一切 我自差是神来之笔 我简直陶醉在这些幻想中了 这时窗外的雾仍然稠密厚重 它似乎了解了我的心情 感激我对它的赞扬 它无法说话 只是呈现出更加美妙 更加神秘的面貌 弥漫于天地之间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喜欢 请您点击关注 以便收听更多好文章 我们下期见